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打好我们的吊球吧 因为现在吊球还吊得又高又慢呢 我们讲一下怎么样才可以批出一个非常好的球 首先第一点 你们打不好我们的吊球是为什么 因为你们对于吊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什么误区啊 你们会觉得我们的吊球一定要清新吊 让这个球慢一点过去 让我们的球非常贴望 对吗 所以你们在吊球的时候是怎么吊的 是不是这样吊这个球就可以非常贴望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这样的吊球虽然是非常贴望 但是你轻轻去吊这个球 我们的球速会很慢 你的球虽然贴望了 但是你的对手不是木头人啊 你的对手是有充熟的时间 去抢到王口去直接把你放死的 对吗 所以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如果你是轻轻吊对手会怎么样 直接抢到王口吧 你不是 所以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利用新语学来吊球 大家掌握好两个技巧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吊球肯定比杀球还要管用 首先第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的架拍 你们换回思考下 我们什么时候最难接到对手的吊球 是不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就是要让对手完全没有准备 怎么做呢 第一个点 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架拍 在架拍的时候 一定要打到最堪 让自己动作做得很夸张 让你的对手怎么样 觉得你要杀球了 他就会怎么样 他就会不停地往后退 压低自己的重心 准备接杀 这是第一点 架拍的时候 打开一点 让对手感到害怕 让对手觉得你是杀球 第二个点 就是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快速地回盘 你们吊不好球 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们吊球太小心了 千万不要 我们什么时候 吊球是最有迷惑性的 就是我们的挥速 跟杀球一样的时候 你看 我们杀球的挥攀 是这种速度 我们吊球的挥攀 也是这种速度 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让我们的吊球 跟杀球做得一模一样 你的对手会怎么 就会压低中心 就准备接杀了 结果这个球 吊到他前面 他就直接傻眼了 他就直接原地发战了 能明白吗 来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我们的挥速要多快 再来一个 挥速要像杀球那样快 那我们怎么用 这么快的挥速 打出来我们的吊球呢 怎么可以用 这么快的挥速 转化为又快又近的吊球呢 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吊球的落点 看到这个落点没 我的挥速还很快 但是我的落点变得非常较转 那我是怎么做到呢 很简单 就是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一定不要学会用正机球头 如果你是正机球头 打这个球的话 你给的力是完全向前 向上的 那这个球会怎么 过往之后一直向前飞 飞得非常远 那你的对手会怎么 一伸手一伸脚就能够接到你的吊球 所以我们在吊球的时候 用的应该是磨擦力 向前边甩的同时 让我们的拍子斜着对着我们来球 让我们的拍线能够贴住我们的球头 带着我们的球头 剧烈旋转 给一个包切的感觉 让我们的拍线带着球头 剧烈旋转 我们的球猫会瞬间炸开 会有一个非常强的空气阻力 那这个球会减速往下掉 能够掉出一个非常诡异的抛线 所以在我们吊球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挥速特别快 然后再击到球的瞬间 用我们的手指瞬间抓紧 手腕瞬间往回勾 绕着球头旋转一圈 带动我们的球头 剧烈旋转转 这时候我们的球会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挥速很快 所以我们的球会继续加速向前飞 又因为我们给的力是包切的 所以球会继续往下减速 能够让这个球又快又尖 达到过往脊椎的效果 能明吗 所以向前甩 抓紧 绕着球头旋转一圈 要么的球能够过往脊椎